王阿姨出去溜弯回来的途中却被一名帅气的男子给拦住了 这男子还说会给王阿姨3000块钱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男子到底出于什么目的 咱们接着往下看 刷到这条视频的朋友们 麻烦大家长按点赞三秒助力一下 王阿姨今年65岁了 退休之前是在一家国企上班 所以现在退休之后每个月也可以领到6000块钱的退休金 王阿姨的老伴在几年前是因病去世了 她还有一个女儿 女儿远家外地 所以这个王阿姨呢是独自生活着 这女儿也多次劝王阿姨 就是到女儿家里跟女儿一起过 但王阿姨就觉得自己身体挺强壮的 不想呢去打扰自己女儿的生活 而且她觉得呢到了女儿那里也有些不方便 因为也没有认识的人 她觉得呀自己生活也挺好的 现在退休之后 每天在家里边养养花看看电视 要不然就跟街坊邻居们一块聊聊天 去公园散散步 这日子啊过得倒是也挺悠闲自在的 这一天呢这王阿姨就像平常一样 吃过早饭之后就去公园散步去了 在留完回来的途中呢 却被一个长相十分帅气的小伙子给拦住了 这时候啊这个王阿姨就心里边有些不安了 这个小伙子马上就说了 阿姨您别害怕 我不是什么坏人 我只是想请您帮我一个忙 然后呢这小伙子就说出了自己的原因 并说之后呢会给王阿姨3000块钱作为报酬 这王阿姨就心想着我都60多岁了 人家能打我什么主意呢 又能骗得了我什么呢 再说这件事情挺简单的 事后呢还能赚3000块钱 这王阿姨呢就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 是让他始料危急 这个王阿姨答应小伙子的这个请求之后呢 就随着这个小伙子上了这个车 刚开始这王阿姨坐在车里边啊 心情也是挺舒坦的 但是后来呢 看着车子离自己家的方向越来越远 这王阿姨就有些忐忑了 就问这小伙子咱们这是去哪呢 这小伙子就说了 阿姨您坐好了 一会儿到地方您就知道了 大概这车子开了20多分钟 然后是在一家门口停下了 这个小伙子是让王阿姨下来了 小伙子就说这是我的家 您跟我进去吧 这王阿姨就随着小伙子就进了家门 打开门的一瞬间 王阿姨看到了客厅上坐着一个 差不多70岁左右的一个老头 然后这个老头是看见这王阿姨之后呢 就眼神呀就特别焦急的就说 老伴呀你这是去哪了 可把我急死了 说着呢这个老头就向这王阿姨走了过来 这王阿姨当时吓得是惊慌失措 但这个时候呢 这个小伙子就给这个王阿姨使了一个眼色 这时候这王阿姨就反应过来了 因为这个小伙子呢 之前想让这个王阿姨呢 就是扮演一下他妈妈这个角色 于是这个王阿姨就灵机一动就说 呀我就出去办了点事这不是回来了吗 看你焦急成这个样子赶快坐下吧 于是王阿姨就扶着这个老头呢就坐下了 这个时候这个年轻小伙子啊就把王阿姨拉到一边说话了 他说呀我爸爸就是这几年呢就得了这个老年痴呆症 这个记忆力就有些不好 而且记忆力出现了混乱 其实我妈妈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但是现在我父亲的记忆力啊 是我妈妈出去了 一直没回来 他的内心啊就十分的焦急 前几天我爸爸在院子里叫花的时候呢 就不小心摔倒了 然后啊这个头是磕到了这个石头上边 然后这个脑袋里现在有浴血 到了医院医生建议马上做手术 但是我父亲呢就一心想着我妈妈 就是说我妈妈怎么出去了 一直没回来 不见到我妈妈的面 他是不会做手术的 所以说呢这个事情也是比较的棘手 因为我妈妈已经去世了 现在她一直找我妈妈 这该怎么办呢 于是呢我就去各个公园里边 看有没有跟我妈妈长相 就是十分符合的这个老太太们 然后这天早上呢 我是发现了您 您跟我去世的母亲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说着呢这个小伙子就从自己的口袋里 掏出来一张照片 这个王阿姨一看呢 确实这个小伙子的妈妈 跟自己啊长得有几分相像 然后这个小伙子就说了 阿姨您就行行好 帮帮我吧 劝劝我爸 让我爸呢去医院 赶紧把手术做了 您完成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就会给你三千块钱作为报酬 这时候这王阿姨啊 就觉得这个小伙子就是也挺有孝心的 也是出于内心啊 想帮帮他们 于是这个王阿姨呢就走到这个老头跟前 于是就说了 老伴呀 你看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医生说你脑袋里边现在有浴血 咱们去医院做手术行吗 这时候这小伙子的父亲啊 高兴的不得了 就说行行 我什么都听你的 后来这个小伙子呢 是开着车带着他的父亲 还有王阿姨去了医院 然后他父亲呀 也是十分的配合 把手术就给做了 这小伙子的父亲是顺利的做完了手术 这个麻药劲还没过 于是呢就在这个病房里边躺着 这时候这小伙子呢 就把阿姨叫了出来 因为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这小伙子就掏出了三千块钱 就说阿姨呀 今天真的是实在谢谢您了 要不是您的话 我父亲也不能顺利的做完手术 这是之前承诺给您的三千块钱 现在给您 这个王阿姨看着面前这个小伙子呢 这个心里边呀就感觉暖暖的 这个小伙子啊 确实是一个特别有孝心的一个人 这个阿姨就说了 您呀是一个特别有孝心的好孩子 能够帮助到你们 我的心里边呀也特别的高兴 这个钱我就不收下了 我是特别的乐意帮助你们的 然后这个王阿姨呢 就把自己的电话号码 留给了这个小伙子 并说了 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 你尽管给我打电话 反正我在家里边呀也没事干 这个小伙子呢 对这个王阿姨呢 是十分的感谢 然后就把王阿姨呢 就送回家里去了 谁知道第二天早上 这王阿姨睡醒啊 没多大会儿 然后这个手机就醒了 所以这个小伙子给打过来的 这时候这王阿姨就接听了 对面的小伙子就说 王阿姨呀实在不好意思 昨天给您三千块钱 您也没有接受 按说我不应该再来打扰您 但是我父亲醒来之后呢 就一直吵着要见您 昨天晚上我是哄着他 说我妈太累了 回家睡觉了 第二天啊肯定来看他 这不是今天早上醒来呀 我父亲一直吵着要见您呢 这可怎么办呢 我麻烦您啊 还是得来一趟医院 这时候这王阿姨也听出来 这个小伙子啊 这十分的焦急 于是就说了 孩子啊你不要慌 我一会儿啊就去医院 看你的父亲 没过多大一会儿呢 这王阿姨就到了医院 到了医院之后 这个男子的这个父亲呢 看见王阿姨之后 就特别的开心 这个王阿姨就说呀 你闹什么闹啊 这刚做完手术 你好好躺着 好好休养 这个男子的父亲呢 听到王阿姨这么一说 也是乖乖的躺下了 就说你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活脱脱 像是一个小孩子的样子 这王阿姨看着这个男子的父亲这个样子呢 心里边也是挺开心的 这王阿姨就心想着帮人帮到底吧 反正现在退休在家里边也没什么事干 于是呢 他每天都会到医院去陪这个男子的父亲 有时候呢 还会跟他炖鸡汤啦 然后做点小米粥什么的带过去 两个老人呢 平时也是有说有笑的 然后就是差不多过了半个月 这医生说这个男子的父亲呢 没什么大碍 可以出院了 然后这个男子呢 就帮自己的父亲办完了出院手续 但这个时候呢 这个年轻男子呢 就走到这个王阿姨的跟前 就说阿姨呢 我有一个请求 虽然我这个请求有些过分 但是我希望您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 这时候这王阿姨就说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这时候这年轻小伙子就说了 阿姨 我看得出来这么多天 您就是非常细心的照顾着我爸 你们两个人呀 有说有笑 也特别合得来 现在我爸呀 身体呀 也没有什么大碍了 其实我爸身体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毛病 他现在呀 记忆里出现了混乱 他就把您当成了我的妈妈 您也看得出来 我爸呀 是一个十分好相处的一个人 他现在已经离不开您了 您能不能搬到我家来住 你跟我爸只要好好的相处 我日后啊 肯定会把您当成亲妈一样来对待的 您看这样行吗 这时候啊 这个王阿姨听到这个小伙子说的话呀 当时就愣住了 过了几秒回过时来呀 他就感觉特别的不可思议呀 因为虽然自己的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 自己的远在外地的女儿呢 也希望自己身边可以有个人照顾自己 但是他就觉得自己这么大岁数了 如果真的是跟这个年轻男子的父亲好了 住到人家家里边去 他就怕街坊邻居们会笑话他 如果他如果不答应这个年轻男子的请求吧 他就觉得跟这个老头呢 两个人也挺合的来的 他就怕失去了一个好的姻缘 所以他的内心呀 也十分的纠结 于是这王阿姨就说了 我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吧 于是这个王阿姨就回家去了 这一路上啊 一直心神不宁的 回到家里边 他还一直在纠结这个事情 到底应不应该答应这个年轻男子的这个请求 这王阿姨今年不65岁了吗 他的老伴几年前去世了 唯一的女儿又远家外地 所以自己啊 一直独自生活着 这女儿对自己啊 也挺不放心的 也是也希望自己身边啊 有个人可以作伴 确实这王阿姨跟着年轻男子的父亲呢 也挺合的来的两个人 但是这个王阿姨心里啊 还是有顾虑的 觉得自己这么大岁数了 如果真的跟这个年轻男子的父亲 好了 住到人家家里边去 他就想着这个街坊邻居们 会不会在背后指指点点 说闲话呢 但是如果不答应年轻男子的请求呢 他就觉得自己呢 确实一个人生活着挺孤单的 有一个伴也挺不错的 而且呢 他跟这个老头有特别合的来 他就怕失去了一份这个好的姻缘 所以内心啊 十分的纠结 不知道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觉得这个王阿姨应不应该答应这年轻男子的请求呢 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我的视频的记得收藏关注加转发 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